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們現在要來打這個80等的一般副本 火燒不忘波 OK那我跟NPC講話一下 一點 隨時可以出擊 你再測試一下不在這個地圖 哎呀 來召集一下召集一下 是 好就差一個人了 這種副本的話 直接過來就好了 應該不用做什麼準備 等他一下等他一下 人又不見了 哎呀 來了來了 但是有一個人不見了 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燕歸人 燕歸人他消失了 來再召集一次 是 好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施力頻道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非常熱鬧 就是 當然就是會出現很多這種政治性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玩遊戲的話就輕鬆一塊就好 就不建議各位朋友聊這種比較敏感的政治議題 好 再召集一次啊 燕歸人他可能去打這個略貨昌龍 可能要再燒點一下 來一發說買水 好吧 其實 來一發 我看錯 看錯 我以為是這個燕歸人 是來一發 對不起 好 那我們隊伍組成的話 燕歸人來一發狂硬 你再試一下跟這個蕭岸 露米亞 哇 蕭岸露米亞認識很久了 沒想到他現在還有在玩 很久沒跟他聯絡了 好 OK 召集 是 拒絕 他還沒買好嗎 好吧 那再等他一下好了 等他一下好了 稍等一下喔 那在稍等的時候我們來觀賞一下 欸他說好了齁 他說好了齁 再來召集一下 是 OK 好 我們來進來了 李典 來跟李典講話 隨時可以出擊 完全沒有打過 這是第一次齁 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打 反正我們就一走就對了 來來來 往前走 往前走 我們 的話有白虎軍耶 感覺就很威啊 來來來來 欸他有分兩路齁 有分上下兩路喔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樣 要打什麼東西才可以過去呢 全部都點就對了齁 全部都怪物都打 那這裡的話有這個樹擋子齁 可能就是小兵衝過來 就把這些衝過來小兵打趴吧 那這些樹可能就可以過了齁 欸好像有人過了齁 怎麼過怎麼過 為什麼都過不了 過不了呢 要怎麼走 欸有有 4號 4號 4號過去了 他怎麼過去的啊 奇怪 到底要怎麼過 啊講話嗎 選擇路線啊 對不起 要跟這個樹講話 選擇路線 那我選擇上路好了齁 我這個人比較喜歡走上路 欸怎麼大家都走上路 欸怎麼大家都走上路 好吧那就走上路吧 來打夏猴敦 夏猴敦在哪裡 為什麼點不到夏猴敦 喔 流風 夏猴敦沒辦法打 來來來 流風跟簡庸 喔 流風跟簡庸 那在打同時啊 因為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這個副本有哪些好東西喔 來 火燒不忘波 好一直看這些書 說不定就可以打這些書了齁 來這個最後一隻網 這個諸葛亮會掉狂年天老齁 那這個復活樹也會掉 復活樹也蠻缺的 這是八陣土 因為現在復活 復活的話 你復活起來的血很少嘛 那如果說你沒有復活樹復活的話 你可能你吃沒幾罐補品 你當你這個無敵狀態解除的時候 你可能又立刻被打趴了 那照顏化為新齁 咦 打完了齁 打完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打簡庸 班比哥哥說八十有一起的嗎 哎呀我們已經進來了齁 對不起對不起 這個簡庸他在下路沒辦法打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夏侯敦是我們的好幫手 他會幫我們打 來往前走往前走 這個副本 目前花了兩分多鐘啊 感覺是個不花時間的副本 那第一次通關之後就可以掃蕩了齁 因為我已經超過八十層副本 五級了 OK打桌艙 桌艙出現了 好像這些小龍化他也會掉五階必殺齁 所以我來看一下有沒有打到好康的好了 看一下齁 來 這個系統 系統 好 目前還沒有寶物齁 再往上看 目前還沒有寶物齁 就是這樣子 一些溺死碎片啊 耗品而已 欸這個下後蹲在偷懶齁 沒有幫我們一起打 沒有關係 這個周昌感覺蠻硬的捏 沒想到我們六個人打 還要打那麼長的時間齁 所以我個人建議如果順利第一次打的話 最好還是組隊啊 不一定要一個人打 好說飛人士雷落 好 那 可以過去了嗎 欸有人在下面呢 3號有人 有人在下面3號 現在打官屏 打官屏 好 現在這個空檔 看一下官屏有什麼好康的 剛剛已經有出現過周昌了齁 然後 趙雲的話有微星嘛 官屏的話看一下喔 閃彈啊 他有閃彈 落日 粉神 這個是什麼弓啊 神進弓 第一次看到這個弓 蠻古老的樣子喔 這個造型蠻帥的喔 很特別 拿的話應該很少人拿 好烈啊 周昌會掉好烈 可惜剛剛沒有掉 好 官屏要被我們解決了 OK 好應該就可以過去了吧 來我們過去了 最後一隻王的話是 這個諸葛亮喔 要打諸葛亮了 咦 還沒出現 沒有 沒有王 好 我們往回頭走 往回頭走 來一發 到底是什麼東西來一發呢 這邊 有了有了 好像有王了齁 王的話在哪裡啊 我什麼都沒看到 都只有怪而已喔 沒關係我們先打怪好了 燕龜人來一發狂硬 你再試一下 蕭暗 露米亞 大家都往右邊走 那往左邊走好了 我走到底看看好 看還有什麼王 什麼東西 什麼裝置負載過高 什麼意思啊 然後往右邊走 發現敵將 陳道 孫甘 有了 看到陳道跟孫甘了齁 陳道的話 脆脆的 一下子都打完了 因為我們白虎啊 這個白虎太強了 白虎是這個狂硬的齁 狂硬 讓口水倒流 他打助雲 紫荊說江下西張良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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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荊的話也是第一次看到ID 應該也是S16的朋友 接下來打孫甘 趙雲出現了 趙雲出現了 常山趙紫荊在此 奉軍師之命在此等候多死 受死吧 出寶了嗎 出寶了嗎 還沒有出寶啊 還沒有出寶 八十等 一般副本也不能祈求太多 東西是有的 但是基金我想應該很低 好接下來打趙雲 趙雲的話 硬硬的齁 有六個人打 而且還有白虎軍 沒想到他的血跳得這麼慢 這個 以後還是掃蕩好了 不要省那個掃蕩券 還是掃蕩就好 這個打的話還蠻花時間的齁 六個人打的話 我看一下花了多久了 目前的話已經花了快六分鐘了 快六分鐘了 快六分鐘了 那右手邊的話 一大堆弓兵在那裡射 綠色的 跟這個草皮 的顏色一樣齁 形成了保護色 趙雲的話我都看不到他的樣子 因為太多人在打他了 往前 往前拉一點好了 往前拉一點 可以看到他帶的小兵其實蠻猛的齁 劉備軍戰車 劉備軍部工兵 劉備軍聯盟兵 這些強度等級應該是七十幾等的世界網在帶的齁 因為我們隊友蠻多軍事的所以血量都維持在蠻高的水準 看不出來到底是痛還是不痛 但是我在想一個人打絕對會很辛苦 主要是時間的部分的話應該會來不及 因為六個人的話代表說有六倍的輸出嘛 那六倍的輸出的情況下 時間還打了 現在已經快七分鐘了 六七四十二 如果說一個人打的話大概要打四十幾分鐘 至少四十幾分鐘 一個人就是沒辦法通關 所以建議還是主隊打 好啦 我都看不到趙遠的樣子就要把他打趴了齁 OK了他趴了 好接下來打最後一隻王 諸葛亮啊 是不定打完之後就出狂雷天道了齁 不知道了 試看看了 OK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的血跳非常慢耶 來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他的血量很低喔 副本的話是可以看血量的齁 火燒不忘脫 諸葛亮 諸葛亮 他的血的話172萬齁 然後攻擊453到475 防禦383 我看一下鋪羊的 喔差蠻多的齁 差了五倍齁 差了五倍齁 應該是四倍啦 差不多四倍左右 172萬差不多四倍左右 我看一下相當於什麼等級的基因齁 這個咧 194萬 喔這個基因副本的血是194萬 那個諸葛亮的血就 就 跟他差不多耶 還有看一下徐煌的 要點開來點不開啊 有了有了 136萬了 喔所以 所以 強度的話差不多 就等於75 基因副本齁 這個一般副本 喔強度應該差不多 應該也沒有吧 應該也沒有 好 基因副本還是比較強 可是網的血量差不多 好 好啦 打完了 打完了 看一下有什麼寶物 不起不帶 沒有傷害齁 好不好 鐵鐵 鐵鐵 就是這樣子 OK 那跟 跟誰講話 李典跟李典講話 收下獎賞 OK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通關了 OK 感謝跟我一起組隊通關的好朋友們 謝謝你們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朋友觀看 掰掰